這個女孩子24歲, 高學歷, 老師 你和她相親, 你會否相信? 不相信 不是很相信? 這麼漂亮 我也不相信 真是真人出來了 真的不相信 她跟你聊天 不相信 她說叫你少交錢去學習 她付錢我也不肯, 我自己交錢給她 你收錢一點嗎? 也不肯 其實你也很不肯, 不會追女孩子 不如你上課, 我有些課可以介紹給你 你會不會肯嗎? 也不相信 給你五萬元, 你去上課, 去追她 會有人中招 是 會有人中招嗎? 是 你覺得有人會相信, 但你相信不相信? 女人不會相信 為什麼? 因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甲蠟齒街跳 這麼漂亮, 這麼高學歷 走你, 認識你的男人 你也很傻, 真是很棒 我和姐姐眼光一致 一眼就知道這句致小姐是做妹妹 怎麼可能這麼漂亮 但又沒有男朋友, 還要相親 不用你說, 看真的, 真是很漂亮 不過也不夠我家裡的漂亮 所以肯定是妹妹 這裡也是做妹妹 上次的徐小姐是不是妹妹? 見面的時候好好的, 翌日就抓我 怎麼會呢? 我們這行很廣告悲 怎麼會找妹妹來騙人呢? 我覺得你們不是有幫助我 我不玩了, 你們退錢吧 東哥, 這位是豪哥 你叫豪哥, 我是這裡的其中一位老師 中導師有跟我說, 你有點疑慮 其實見一個不行, 就再見吧 我們有這麼多會員, 是嗎? 你不斷見, 就不斷付錢 你們收這麼貴 其實我們有很多訓練 有很多導師 可以教你不同的溝通技巧 只要幾萬元上我們的課程 你就明白了 我來認識女生而已 還想哄我給幾萬元上課程 不用了, 我說你們有點復復 你們, 你退錢給我, 別讓我弄大 其實我也幫你配對張小姐 她看她的資料, 她對你也很有興趣 真的嗎? 當然了, 你的失入是她三倍又多 這麼順利的盤, 她當然得到你反應 最重要是這位張小姐, 她是美女 舊的未完新的又來 別這麼容易被人游說增值消費 到頭來就糟糕了 之後我跟張小姐見面 其實我發現她所謂的資料卡上的資料是錯的 例如她喜歡游泳 但她說答我不出 她在深圳哪裏游泳是比較漂亮、方便 第二, 她說她喜歡打遊戲, 看動畫 我問她喜歡甚麼作品遊戲 她說答不出 其實她說不出 我只說其他話題, 避免這個尷尬場合 之後我跟她見完半小時 就要循例交換微信 第一天之後她又說 哈哈我這些反應 第二天就是二讀不回 甚至乎第一位小姐 跟這位張小姐的朋友圈 我加完微信沒多久就看不到她的朋友圈了 另外我也查了她們 即是所謂的香港會員 例如有位男會員說她是做獸醫的 我查過根本不是一個性優 在那間美國大學畢業的處殺獸醫 根本沒有這件事 還有幾個屢次的香港會員我查過的資料 完全是假的 在這件事上 有沒有甚麼反思或結論 不要隨便相信一些機構提供服務 即她聲稱一些服務 其實跟她能夠做的事情 甚至乎她提供的場合人類 可能都是假的 被賺錢就很難追得回 OK 第二 首先你想找分界公司 我想你真的找回香港十多二十年的歷史 這樣會比較好